企佩老师我们就来请教 如果大家遇到一些 比较不好的磁场的话 有什么样一个进化的方法吗 农历七月整个来说又叫做鬼月 那针对鬼月的传说有很多 那因为传说很多 所以民间对于鬼月的禁忌 也有很多 其实这些禁忌无外乎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平平安安地度过这样的一个鬼月 那老师这里一共提出了 五大要注意的 在鬼月的时候 尽量大家不要犯了这样的一个禁忌 我们来看 第一个禁忌在鬼月的时候 就是不要搭末班车 什么叫末班车 就是晚上11点 最后一班车差不多11点 对 末班车 它差不多就是11点到12点 不19分 那这个时间可以说是 晚上音许最盛的时候 那你如果搭到这个车的话 说不定你就会把好兄弟 给他一起带回家了 那么第二个禁忌 就是晚上不要乱拍照 怎么可能 现在大家都爱自拍 为什么呢 因为晚上也是音气最盛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在拍照 或是在录影 如果你本身最近的气场不是很好 你很容易鬼入境 一旦鬼入境的时候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 你的运势就会逐渐地走下坡 但是你说现在大家玩 最喜欢晚上没事在那边自拍了 那你说不定你就带来这样的一个音气 第三个禁忌要注意的就是 最好鬼越避免到海边湖边去游水 或是登山 其实鬼越期间刚好有时暑假 大家的活动不外乎就是登山细水 那有这样的一个禁忌的话 那你的信 你这个暑假不就变得非常的空白了吗 那不让你去游泳 不让你登山最怕最重要是避免被抓交替 有很多人游泳或是登山 他发生的水难或是山难 大部分哦 鬼越发生的频率会比一般般来得高 好还有一个禁忌呢 就是在鬼越期间呢 避免到医院去或是避免去开刀 为什么呢 因为医院是所有晦气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发生在医院 所以他的气非常的灼 那么到了农历七月的时候 有外界的好兄弟进来 有医院里面的人的一些往生 所以里面的气会变得更为的混杂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呢 你到医院去探病的话 那你的运气很低落的时候 那这些晦气就会跟着你 甚至于呢不要开刀 可是你说急性盲长远 你能不开刀吗 你还是要开刀 所以在鬼越跑医院 避免开刀这件事情 对于生病的人来讲真的是很两难 那么另外一个精进就是 晚上不要在户外晒衣服 这个晚上指的是几点呢 晚上九点之后 最好不要在阳台晒衣服 他的原因就是 因为衣服挂在那个地方 他很像一个人 所以好兄弟会附在上面 那另外有一种民间的传说 就是说因为这些好兄弟 他在这个阴朝地府里面 气寒苦暖 他非常的寒冷 那他放假出来看到衣服 他就会躲到衣服里面去取暖 那你不知道的话 你把这个衣服给上身 虽然不如高警官那样说 吸到嘴巴里面了 但是它跟在你的身上 以上呢 他就是在鬼越上面的一个禁忌 可是看起来这禁忌不多 但是我相信 我们一定或多或少都会碰到 怎么说 你说不要搭末班车 那你针对那些 要加班的人怎么办 他就是要那个时间啊 那晚上不要乱拍照 大家朋友在一起聚餐拍照 是在所难免的 不要去游水跟登商 那这个寒假 这个暑假实在也过得太枯燥了 这些我们都会犯到 那大家就会在想 该怎么办 不要怕 老师教你一个除惠的方法 大家一起来看 怎么样 我们第一款喷雾叫做草本 草本喷雾 不要小看这个草本喷雾 其实它里面的成分配方 非常非常的严谨 它是有哪些配方呢 第一个就是它有驱邪五十水 什么叫做五十水 就是中午11点到12点59分 这个阳气最旺的时候 我们取出来的水 这个水它有强大的 洋气的一个气场 喷在我们的周遭呢 可以产生一种强大的防护网 它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叫做 除惠的艾草 大家都知道艾草对于驱邪 它最有用的 你看端午节它的香包 或是庙里面的平安符 它里面大部分都会放有一些艾草 而且艾草的味道 它实在也很好闻 那放在这个除惠这个喷雾里面呢 它也可以达到这个驱急避凶的效果 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高贵的檀香 其实檀香在古时候的皇帝 他最喜欢用的 它除了有除惠之外 它还有招财的一个功能 那大家其实呢 可以试试看这个味道 其实感觉一下它的味道真的是很香 这个呢叫做琥珀玫瑰 哇 它也有三种的配方在里头 那其中一个配方呢就是人缘玫瑰 这个人缘玫瑰呢 我觉得这一款喷雾最适合做业务的人 做服务业的人 演艺界的人 这是公众人物啦 你想要增进你的桃花 你想要赚你的人缘财 我们都最好使用这个玫瑰喷雾 它的第一个配方就是人缘玫瑰 这个玫瑰的话它强化你的桃花 其实呢它也可以稳定你的感情 另外一个配方呢叫做招财琥珀 其实琥珀呢它是可以立动 立刻启动你的财运 让你的钱财呢跟事业玫呢 喷了之后呢 你就感觉它慢慢慢慢的顺遂了 再来呢它还有一个叫做迷人的色香 那我要自己的 这个色香 它让你的魅力瞬间的爆发 我别分太多了 如果说你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话 其实你在孩子跟老公之间 段间他们对你 虽然不是以言丁计从 可是他们不会去反对你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做业务的话 那客人主动就会打电话给你 所以这个就是人缘的 一个增加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 这两款我们在使用上面 老师要把这种秘法告诉大家 其实在我来讲 老师自己本身来说 我回到家三个地方 我一定会喷 第一个大门 大门 大门口 因为门呢是集气进来 也是晦气进来一个地方 所以喷一喷呢 我把这些晦气呢全部消除了 家里面没有晦气 自然而然它的气流就是 就是一个集气的一个气流 那还有一个地方呢 叫做哪里 卧房 其实卧房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你只要睡得好 你的心神灵 你第二天你做事的工作效率 一定就会很好 那么还有一个要喷的地方呢 就是厕所 厕所其实是 攸关一个人的健康 那我们把这两款的喷 往那边喷的话 家里面就没有 其他的晦气在了 当然我们这些DIY做了之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金箔的葫芦 当我们把家里都进化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准备这个葫芦挂在哪里 有一个挂在大门口的门把上面 另外一个呢 就挂在我们后门 后阳台的门把上面 因为葫芦它呢 它是度大口小 它把晦气收进去之后 只进不出 那里面呢因为是金箔 其实呢它也有帮你守财的一个效果 就是它把你的晦气呢 就变成了一些财琴 让钱财真正的 在你这个家里面来运装 所以呢 各位使用老师教的方法之后 我告诉你 你的七月份 你到哪里去 都是出入平安的啦 这个小米法 就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